今天给一位朋友再存300多美元 因为以前也有朋友留言说 在中国国内也可以存美元呢 就是问我为什么在美国帮着国内的朋友存美元 是这样 因为在国内呢 如果存美元可能会比较麻烦 因为他要 这什么牌掉了 因为他要去中国银行去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吧 或者他在国内可以存人民币取美元吗 我不知道啊 反正他觉得我在美国这边比较方便吧 因为美国这边都是美元嘛 就直接可以在柜台帮他存上 就是旧金山这边有华美银行也是比较方便 但是华美银行的ATM机它设计的不是太先进 它要求在ATM机存款的时候必须把现金装在信封里 还要写上账号名字日期什么的特别繁琐 如果你没带手机不是如果你没带笔的话就不方便 其他银行呢包括在国内的银行公共行建行农行各个行都是 你存款的时候直接在ATM机把现金塞进去对吧 把卡卡卡进去就OK 但是美国这边的华美银行就比较特殊 它不允许直接把华美银行的银行卡卡卡在ATM机里 也不允许直接把钱塞到里面 它必须让你把钱放在他们的信封里 要写上你的账号给谁存 多少多少钱什么名字日期挺麻烦的 所以呢就去柜台给它存吧 华美银行在旧金山都集中在唐人街 这也不合理也合理吧 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估计也没有什么人用这个银行对吧 应该是从这儿吗 这是范美金字塔 华美银行应该是在这边吗 我有点转向啊 对这边还是不太熟悉 所以就帮着这位朋友存吧 在国内存美元还是挺不方便的 也有朋友说 现在对美元好像有限制对吧 就是不允许存太多或者取太多 具体就不知道了啊 反正就算帮忙吧 在这边给存上 这样呢 他以后来美国呢 或者他在网上刷卡 是不是直接可以刷这个美元 在国外付款什么的 具体我不太懂啊 反正就帮他存吧 今天存是300多 其实并不是整数 这边是华美银行 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吧 哇 这个哥们儿真胖 这体格真好 这个是华美银行不是吧 他这怎么都不一样呢 他这个 ATM机 那这没有 我看看 门在哪呢 华美银行我还没怎么来过 他这个门在什么地方 刚才那是门吧 还是这个是门啊 这不像是门啊 哇塞 都找不着门 找不着门 到侧面来 走偏门 没有 得必须走正门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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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l Jet Pull Jet 这边是 你好 我存个点款 就是给这个存 Do you speak Chinese Mandarin? Yeah Just 362 to this account number and name 就是那个名字 给他存 362美元 就是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和账户 对 咱们不是 咱们不是华美银行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ow good 走次银行了 这个不是 这是汇丰 哇塞 华美 对 不是这边 哇 老糊涂了 华美 我看这个H 好像以为是华呢 这是汇丰银行 华美在这边吗 这边 哎呀 人老了就是不中用了 对吧 它这个标志好像差不多 一斯坏斯坏 东西银行 走错了 走错了 入 入 这什么意思 什么一个入一个出 你好 嗨 嗨 just deployed362 这个燈类 Heidi 谢谢 ordum tamam 谢谢 谢谢 这张费者 是不是 您 来 你好 这是 这是 这个音号大厅挺好看 上面特别调控的特别好 yeah she's uh yeah yeah waiting for her 它这个调控都特别高 这样的空气会好一些 舒服很多 上面很好看 上面 谢谢 需要我的名字吗 是的 是的 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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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这是消毒的 这个大厅挺漂亮 谢谢 很高兴 谢谢 这个是显示的是362 行 挺好 还挺顺利 这边就记住了华美银行是在这边 出口在这 然后走一个门 Push 还不错 还算方便是吧 这个East Bank我想起来了 在我住宿附近好像有这个银行的取款机 我想起来了 我当时还选择什么东西银行 叫华美银行 知道了 好了 再见了 挺顺利的 存上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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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